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全球第一線時間了 我們要視訊連線給德州州立大學的 助理教授翁呂中 翁教授你好 是 助理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翁教授 我們來談一下剛剛說的白俄羅斯的情況 其實白俄羅斯一般來說 在台灣的民眾可能會對他比較陌生一點 但其實他似乎跟俄羅斯兩個關係都走得蠻近的 似乎有一種俄羅斯是大哥 然後白俄羅斯是小弟的感覺 但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其實西方國家都是跳出來大力譴責的 俄羅斯反而是跳出來反酸了西方的歐美國家 那以現在歐美國家 包括已經喊注意的制裁 然後有些國家說 我不經過白俄羅斯的空域 動作這麼大 真的有辦法撼動白俄羅斯嗎 是 這確實是個好問題 歐盟國家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這真的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案件 大家想像一下國際民航客機 只不過是飛越了白俄羅斯的上空 就被米格29升空攔截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案例 當然白俄羅斯 烏卡申科這樣的動作 基本上是跨越了這個關鍵的一個紅線 那也造成今天歐盟 立刻召開一個緊急的會議 在拉脫維亞開的這個會 做出了一個決定 決定是即日起所有的民航客機 基本上就禁止飛越 不會再飛越白俄羅斯的領空 認為白俄羅斯的領空 基本上是一個危險的空域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動作 做出這樣的決定 基本上所有的國際航線 白俄羅斯對外跟進出的 這個國際航線是完全的停滯 只不過這樣的制裁 是不是會讓白俄羅斯有感 盧卡申科會不會害怕呢 其實從很現實的角度來說 過去國際組織 包括聯合國等等的地方 都曾經對於盧卡申科 有施加過經濟的制裁 或者是其他的聲明 但是好像都沒有太大的幫助 好像都沒有太大的作用 關鍵就在於盧卡申科 還有來自普丁的強力的加持 尤其是在2020年8月的大選之後 這一次被外界認為是舞弊的大選 甚至盧卡申科還不讓國際官選團 進入到白俄羅斯來觀察 這次2020年的8月的選舉 在這次的選舉之後 盧卡申科跟普丁的關係 更是如交四期 或者是更是沒有辦法分割 因為他知道全世界大概力挺他的 就只剩下俄羅斯 而確實在這次的事件之後 也只有俄羅斯的媒體 跟俄羅斯的國會議員發言 表達說盧卡申科是用非常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國家內叛國者的這些爭端 很聰明的甚至說很聰明的 把他從空中抓下來 有這樣的發言 不過有趣的是 就在這過去的24小時之內 其實俄羅斯的態度 稍微的有一點變化 變化在哪裡呢 俄羅斯的國家電視台 在最新的對於這件事情的報導上面 開始變成比較中性了 認為說盧卡申科做出了一個果斷的決定 合理的決定 不過這個決定似乎有危急到 其他無辜乘客的顧慮 這個是比較中性的說法 另外克林姆林宮在第一次發言之後 接下來就沒有再做出任何的表示 是不是有一些氣勢的 或者是對白洛爾俄羅斯這一件事件 引起歐盟集體立刻的團結的行動 是不是讓俄羅斯政府的態度 尤其是普丁的態度 也稍微的做出一些轉變 目前看起來俄羅斯可能有多方的考量 尤其是普丁即將在6月份 要跟美國進行一個會談 這個會談本來就已經非常多的爭議了 白俄羅斯是突然出現的這個議題 是不是會導致俄羅斯更加的棘手 不知道怎麼樣跟美國進行一些談判 本來有一些曙光 尤其美國跟俄羅斯好像有一個正向的 一個合作的機會 會不會被白俄羅斯打斷 這是普丁要去思考的 那我們接下來觀察的是 在這個週末事實上 克林姆林宮也發出的聲明 這個週末即將普丁會跟盧卡申科 在這個度假村見面 想必是要針對這件事情來談一個對策 看看如何來面對國際的制裁 俄羅斯到底要相挺到底 還是會由俄羅斯出面 來輕輕的懲罰一下白俄羅斯 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這個有趣的部分 因為關鍵是在對於俄羅斯來說 關鍵不在怎麼拯救盧卡申科 關鍵是在如何利用白俄羅斯 或者是針對這個話題 能夠稍微的趕快處理好 然後以便於俄羅斯可以好好的面對 接下來真正的對決 談判桌上的對決 對美國到底要怎麼談判 這才是俄羅斯的關鍵 所以俄羅斯對白俄羅斯的支持 程度到哪裡 我們接下來應該可以很快的 就知道答案 好 剛剛也提到 其實包括美俄在整個 談判桌上的對決 其實全球也都非常關注 美俄的元首峰會 預計在下個月六月份 就會正式登場了 而美國的俄羅斯 還有這個相關的國安單位 都已經開始要洽談細節 為這一次的高峰會來鋪路 白宮方面表示說 這一次的安全會談 是美俄峰會準備工作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 而且據傳地點 將會舉辦在瑞士 而我們要持續來請教 翁教授的就是 其實在這一次我們說的 包括美俄的會談當中 當然全球都在看 而且包括是美國戰略 我們之前討論都非常多次 很有可能就是要聯合次要敵人 攻擊他的主要敵人 也就是中國大陸 但這個時間點來看的話 其實在昨天跟今天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其實也飛到俄羅斯去 他是不是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其實蠻敏感的 是要希望再拉攏俄羅斯 來破壞美國的所謂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聯合次要敵人 攻擊主要敵人 也是中國大陸的這樣的戰略嗎 確實是這樣 美中俄三方之間 其實三國都算是強國 三方之間的角力確實是 互動也非常值得關注 俄羅斯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在不久之前其實拉得非常的近 尤其在美國拜登上台之初 事實上美國拜登上台的時候 對於俄羅斯的態度 是非常的強硬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俄羅斯積極地跟中國拉攏 而且還簽訂了 所謂的俄中之間的 軍事同盟的一些協議 恢復到好幾年前的一個狀態 不過在俄羅斯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最近有一些降溫的情況 甚至有熔冰 尤其在布林肯把一些好處都拿出來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上個星期在冰島的雷克亞維克 布林肯在跟俄羅斯的外長 拉夫羅夫會晤之後 美國政府立刻宣布了 針對俄羅斯到德國的 這個北溪二號的油管 相關的經濟制裁 在川普時代 給的相關的經濟制裁 就開始解禁了 所以這其實已經釋出了善意 這也難怪在禮拜天的時候 布林肯在接受美國的媒體的專訪 特別講到說 六月份的美俄的會談 美國已經把所有的事 已經非常非常誠懇的 讓俄羅斯知道美國的態度 接下來美俄之間的關係 到底要往正向的 還是往負向的發展 完全是在俄羅斯自己的一念之間 其實話講的是非常的明白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重 完全現在是我們已經做完 我們該做的事情了 你選擇站在中國大陸 還是你選擇站在美國 稍微的往美國這邊 跟我們願意來好好的合作 完全由你來決定 所以俄羅斯現在剛剛您提到的 這個王毅拜訪俄羅斯 其實也是某種程度來說 希望俄羅斯可以再次考慮 跟中國的關係稍微近一點 不要被美國給拉走 這是雙方在外交上面的角力 不過我們剛剛在上一則新聞也說到 現在美國跟俄羅斯之間 本來要談的只有中國烏克蘭氣候變遷 還有一些能源的爭議 能源的議題還有駭客已經很多了 現在再加上一個白俄羅斯 所以其實美俄的關係 還有蠻多蠻多的變化 現在在加入中國也在積極的拉攏 美中俄之間的互動關係 接下來幾次的會議 尤其是會後的聲明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關注的 到底美中俄到底是如何的 如何的這個情勢的變動 他們的友誼他們的交情 到底會怎麼樣的變化 這個真的會牽動美國 在整個亞太地區的佈局 其實我們台灣可以多關注一點 談到亞太的佈局 其實在美韓的聯合峰會之後 其實也發表了一個聲明 如果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話 其實現在大家會開始想問這個問題 如果台海發生軍事衝突 美國會希望南韓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 我們先來聽一下美國國防部的翻譯人科比最新的說法 我們的考慮沒有改變 我們當然不想看任何變化 反正的變化 反正我們不想看任何變化 反正的變化 反正我們會繼續 我們會先去看任何變化 我們會跟台海的政策 我們會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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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我們可以聽到 美方的態度 基本上還是個非常模糊 而且是非常自視的答案 但是在這次美韓的聯合聲明當中 其實宣示台海和平安全的 這個意味是非常濃非常多的 而南韓的外交部長 鄭一榮其實也提到 這是台海問題需要和平寫決 而且他是跟中國大陸這方面表示 其實他是跟北韓跟南韓的問題 是完全一樣的 也希望中國大陸可以理解 那以南韓外交部長這樣的說法來說 是不是其實 早在這一次的聲明之前 可能就已經有跟中國大陸 打好招呼了嗎 翁教授怎麼看 是 其實我們看這一次 在美韓會後的共同聲明當中 他確實談到了台海和平穩定 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 在這樣的聲明之後 中國大陸的回應 如果說是過去的戰狼外交的話 這一次的回應看起來 沒有那麼的窮 沒有這麼的強悍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也反映出 中國大陸也知道 上一次的四月份的 美日的共同聲明當中 已經學到了 已經感受到了 美國事實上 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共同聲明 把日本跟韓國都拉入到亞太 美國的亞太的戰略的布局當中 那中國也非常清楚 日本跟韓國事實上 雖然加入了共同聲明 但是後續的行動 是不是真的會為台灣而戰 這個部分 我想比較理智的去判斷 大概中國大陸也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口頭上面的承諾 口頭上面的支持是比較多的 我們退回來 從台灣的角度去看這樣的 美國跟日本 美國跟韓國 兩次的共同聲明 都談到了台海的穩定 但是我們再看美國國防部 剛剛在記者會上面 所做出的發言 還有國務院的發言 其實我們會發現 雖然共同聲明當中 加入了所謂的台海的穩定 但是美國基本的立場 常常還是一樣的堅持 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然後談到這個台灣關係法 事實上都沒有改變 而美國政府也一再強調 沒有改變 那麼大家會問說 那加入了台海和平穩定 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它跟支持台灣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差別 還是它是一樣的概念 坦白說我們很冷靜地去看 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跟力挺台灣 不論台灣做出什麼事情 都會來協防台灣 這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所以我們必須非常冷靜地去看待說 美國跟日本 美國跟韓國 加入了台海和平穩定 事實上 它只是在美國印太戰略當中的一環 也就是整個在亞太地區 美國希望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要維持一致 而且拜登其實也多次的強調 甚至在兩個禮拜之前 在美國海岸巡方署的結業室當中 官兵的結業室當中強調 對於美國來說 它的核心利益之一 就是確保整個世界海洋的經貿航行權的穩定 當然包括了亞太地區的南中國海等等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於美國來說 還是以國家利益導向為優先 而這個國家利益 跟台灣的國家利益 是不是完全的一致 這是我們台灣要去思考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解讀 台海和平穩定的時候 是不是跟台灣穩定 或者是跟力挺台灣 它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還是它只是相對應來說 亞洲的安全當中 台灣可能會得到一點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有程度上的落差 所以我們在解讀的時候 還是要非常冷靜 關鍵還是台灣自己有多少的實力 不管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 到底有多少的意志 打算要把台灣自立自強建立起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台灣要去思考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說到國際現實 世界衛生大會正式開幕了 台灣在今年很可惜的連續五年 無願意觀察員的身份來參與 而包括我們的外交部長 還有衛福部長 其實都表達了抗議 在這次的會議上 其實有五個國家友邦 發言立體台灣 認為應該要支持台灣 參與這一次的WHA 但是在這一次的會議上的 相關的這個提案 還是無緣的列入議程 甚至大陸其實也在上面 公開嗆嗆說在台獨的部分 是沒有出路的 但我們想要 我今天想要 就是我們提前往前來看 其實在之前整個國際上 有一個氛圍是力挺台灣參加 WHA 但最後其實只有 在整個會議上 只有五個國家發聲 對比下來 其實這是我們領略到的 所謂的國際的現實 我們又該怎麼樣突破 這樣的狀況呢 汪教授 是其實我們如果回到 所謂的制度 拜登政府一直在強調國際制度 但是我們如果回到制度 也就是我們去看那個規則 那個WHO的世界衛生組織 這個規則章程當中 我們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台灣如果要加入 以非聯合國會員國的身份加入的話 他就必須得到簡單多數的 用簡單多數學取得 會員國的認同 所謂的簡單多數學 但很簡單 192個國家當中 我們如果可以取得過半 過半的數字 基本上96國 如果我們可以取得 96個會員國的支持 基本上我們不需要擔心 中國大陸任何的杯葛 我們還是可以按照規則進去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取得 96國97國的認同 97國願意支持台灣 我們現在看到五個國家 看起來差距是非常遠的 如果我們距離 97國還很遠的情況 按照過去的經驗 我們曾經用觀察員的身份 加入過參加過會議 為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中國大陸 沒有做出任何的阻礙的時候 我們也不需要97個國家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推斷 或者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說 97個國家我們能不能做到 如果不能做到 那也許另外一個敲門磚 就是跟兩岸之間進行一些溝通 但是很多朋友會說 跟兩岸溝通 那就是可能是親中 那可能就是接受 中國大陸的所有的條件 但是其實也不盡然是如此 過去好像我們台灣也是 在某種的條件之下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溝通的協調 溝通和協調 但是現在我們到底 還有沒有溝通的管道 還有沒有機會對話 這個是我覺得不論是 真的是不分藍綠 這是為了台灣大家共同好的這個利益 一起要去思考的 全世界都在支持台灣 全世界都不斷的在發生 我們看到美國法國德國 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有的政府都都在發生說 台灣需要被加入 我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這次疫情當中 台灣非常需要把經驗分享出去 也非常需要別人的經驗 別人的疫苗能夠灌注到台灣 但是問題是國際現實 我們也看得很清楚 即便有美國帶頭 即便有德國法國歐盟通通力挺 我們還是第一達不到97票 第二我們還是有受到 比較強烈的阻撓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在兩岸之間有一個溝通的管道的話 我們還是會被卡關 所以常常常我們在看 所謂的很不幸的 或者是很不巧的 我們還是沒有得到足夠的票數 我們如果回歸到 從規則來說 基本上如果了解規則 或者是我們知道過去的經驗 坦白說應該是有智慧 可以想辦法團結一起來思考一下 怎麼樣來把政治的部分放在一邊 好好的思考 怎麼樣真的可以務實的來參加 國際的組織 或者大家覺得國際組織不重要 那麼我們也許我們就可能要 更直白的告訴大家 或者是一起來思考說 如果我們不參加現在的這些國際組織 有什麼辦法可以跟其他的世界各國 進行單邊的或者雙邊的對話 取得我們所需要的這些協助 這些是可以思考的 不是不能討論 但比較可惜的是 現在好像我們卡關在原地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 集思廣義團結抗議 但是也團結去思考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到底要怎麼突破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現在美國疫情是因為 疫苗注射的關係接種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都獲得良好的控制 連帶針對一些經濟學家的 美國經濟成長率都認為說 在今年有機會再度成長 達到了37年來的新高點 但是其實現在也反映出 包括我們之前一再討論到 通膨的壓力也開始逐漸增大 那基本上這有可能對美國的經濟 造成什麼樣的隱憂嗎 翁教授 是 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 通膨的壓力 通膨的預期的心理 其實是越來越高 其實在美國生活的朋友 可能都已經感受到物價在上漲當中 但是其實美國現在的失業率 雖然是逐步穩定的下降 到目前為止 大概在6%到6.1%之間徘徊 可是如果跟去年同期相較的話 其實還沒有回到去年的水準 那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就業市場上 根據勞動部的統計 大概還有350萬人 是從去年到現在還沒有回到職場的 那麼如果跟經濟學家的預期 今年本來這個時候 跟去年的這個預期相較的話 應該還少了820萬個職缺 也就是說市場的表現 或者就業市場上面的職缺 並沒有預期當中的表現得這麼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是需要工作的 需要工作 但是如果通貨膨脹 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 有一點通貨膨脹的 預期心態的情況之下 會有更多的人 他會願意投入職場 因為他擔心他的生計 他擔心他的生活沒有辦法有保障 所以低一點的薪資 可能會有更多人去接受 美國的央行 美國的聯準會 現在遇到一個大的挑戰 是在降低失業率 跟維持穩定的物價 控制通膨當中 要去做一個取捨 因為當民眾 有預期的通膨心理的時候 他剛如同我們所說的 就業市場上供給大於需求 更多的人在通膨的預期心理下 他可能願意接受比較低的薪資 願意投入勞動市場 但是如果央行在這個時候 調整了這個 調整了這個低利率 把低利率做出調整 他對經濟上面直接的衝擊 就會衝擊到包括就業的心態 就業的市場 以及整體的物價 又會產生波動 這個對於美國 美國現在還在復甦當中 還沒有完全擺脫疫情的情況之下 央行要去 美國的聯準會 要去調整這個利率 恐怕不是這麼快 其實美國哈佛大學的前校長 這個Summer 也是歐巴馬時期的經濟顧問 他也在講說 如果基本上 美國是需要稍微的 讓這個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 再維持的稍微久一點點 而且美國的通貨膨脹 它就算發生 也不會是一夕之間發生 而是穩定的 慢慢的逐步的發生 這個逐步的發生的過程 央行可以逐步的來去思考說 何時要進場 何時要做一些利率的調整 來做干預 簡單來說 美國的通貨膨脹 現在確實是預期的心理 越來越高 通貨膨脹的比較惡性的通膨 會不會發生呢 不是不可能 但是不會是一夕之間 在未來的接下來的 可能一年之內 可能我們會看到 聯準會做出一些動作 當我們看到 聯準會做出動作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經濟上面的表現 讓聯準會不得不為的時候 這是我們可以觀察的 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 汪教授 接著我們繼續連線 提供精品的觀點 謝謝汪教授 謝謝 謝謝